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了的这个芥菜呢 就拿来烫开水 那么开水开了的时候呢 少放一点这个小苏打在里头 那么再把菜放下去烫 烫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捞起来用冷水过了 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现在呢这个菜呢 要来把它炒一下 也就是烧一下的意思 那么锅子里头呢 放一汤匙的油 等到油热了呢 就把这个放下去 然后呢 加一点高汤 把它煮烂 煮烂一下 那么调味呢 只要用盐就好了 这里是高汤 差不多有一碗的汤就好 那么把这个菜放下去来烧 而且呢 要加一点盐吧 好 这个是盐 好 就这样子把它烧软一点 另外呢 就是芦笋 芦笋罐头 用罐头的 要用白的 因为那个菜是绿的了 不要再买绿的芦笋来用 这种白的罐头买一罐就够了 那么然后呢 把这个老一点的根 稍微切掉一点 也可以留着 那么把它这个变成两寸半 不到三寸的长度 放到盘子里头 加了那个罐头里面的汤 就给它蒸十分钟 那么让它热 烫烫的 这个不能下锅去煮 因为它的头太嫩了 另外呢 就是香菇 把这个小香菇 买一些很小的小香菇 拿来给它泡 泡软了以后呢 连那个泡的汤 一起来蒸 蒸的时候呢 要记得 这个里面呢 要放葱 放葱 放姜片 放一点糖和姜油 那么这样子蒸十五分钟 这里是已经蒸好了的了 蒸好了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汤呢 倒到锅里头 那么刚蒸好的话 这里就是烫烫的 热的 那么就可以拿来 把它这个排在盘子里了 如果是冷掉了 你还要再放在锅里头呢 再给它煮过一下 那么这个香菇呢 就给它倒在这个盘子的中间 中间 这个到底是几朵 也没有一定 看有多少人来吃 十个人你就要准备十二朵 十二个人你就准备十五朵 如果是很大的 也可以给它一个改刀 成两块 好 这个是放在中间 这样子一排 好 那么另外呢 这边的这个青菜 也就是这个芥菜 已经好了 这个好了呢 就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 瘤干了 这个绿的东西呢 就在这一边 这边把它排一排 整齐一点 那么另外呢 就用一碗的高汤 另外再用一碗的高汤 把这个汤里头呢 加一点盐 然后滚了呢 就给它锅个芡 好 现在呢 就把这个菜呢 全部都摆好 还有呢 就是刚才这个 蒸好了的这个芦笋 这个芦笋呢 也蒸好了 蒸好了 它的这个汤呢 就不要了 然后呢 把这个芦笋呢 就整齐的排在这一头 就这样子 好 那么中间的这个 要用太白粉勾芡 就是香菇的汁 蒸香菇的汁 勾芡 好 再加一点油 让它亮 那么这个汁呢 就给它放在 这个香 淋着香菇的上面 这边呢 这边的这个汤呢 滚了以后呢 也是用一点太白粉 给它勾芡 好 这个叫做水晶芡 是透明的 白的 要加盐去给它 好了 这里是油 一点点 让它有亮 这个水晶的 这个白颜色的 就给它这个两面的这个菜的上面 这样子淋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讲究的 很讲究的一个蔬菜 这个颜色有多漂亮 希望您能够看得清楚 绿的 黑的 黄的 非常的好看 请你给一个大特写 好吗 好 我们这个时间呢 又到了 希望明天再跟您见面 谢谢您的收看 这边的目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